112学年度UFA大专足球联赛男子组第一级挑战组冠军赛 2日与福人大学足球场展开金杯对决 由连续两季不同级别接止步于亚军的福人大学 对战本季降级至男一级挑战组的国立台湾大学 双方预赛及副赛有过两次交手 今日再度正面交锋抢夺冠军 开赛台大打防守战 由福大取得首波球权攻势猛烈不断推进 多次射门被台大门将郭天书飞扑挡下 接着台大转换策略压迫进逼 可惜皆与福大球门擦肩而过 被福大赖伯伦一一化解 战况相当焦灼 双方皆未能把握临门一角 以0比0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双方积极抢攻 两边门将也勘紧球门 适时出击 拦截对方得分机会 第五十一分钟 福大环卫杰在小禁区内看准时机 远助头锤破网 首开记录以1比0取得领先 第九十分钟 福大沐轩凯与比赛享受前 射门追加了保险分 最终以2比0击败台大 在创队时收下本届大专足球联赛 难一级挑战组冠军 大赛的时候我是福大在公开一 然后也是打到冠亚军 但是输了 所以没有拿到那次的金手套 然后就是去年 去年的冠亚军因为我没有挡手门 我出去提所以也没有拿到金手套 但今年拿到就真的很开心 这么辛苦的练球 然后其实也是为了就是可以去 拿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荣耀 努力辛苦可以换来什么成果这样 大家今天在场上表现都很好 我们不放弃的精神 其实一直到90分钟都一直在持续 此意对双方都有特殊意义 台大重返南一级的舞台 辅大魁为两届终于成功登顶 不过由于辅大已有队伍参加南一级赛事 因此将继续留在南一级挑战组 辅大相较于台大球员的一般生身份 黄伟杰、穆宣凯、莱伯伦等多位裹角 对球队有很大的帮助 也是本场赛事的得分关键 黄伟杰与莱伯伦也分别拿下银薛奖、金手套奖 为赛季划下完美据点 SSU特派员刘佳涵、新北报导 Viv علي双穗 ز detection Full Meイ V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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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ад